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 天有异象 台湾中部天空今天傍晚夕阳西下时 天气突然出现一条红橙色的条状云团 宛若像地面坠落般壮观 民众抬头看时都惊呼 陨石撞地球了 还有人说是流星飞碟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飞机的宁结尾 不用太大惊小怪 今天傍晚中部高空的这条举红色条状云团 不但闪闪发亮 还会随着云团前进 脱衣的尾巴也逐渐消失 让看到的民众惊呼 这是飞碟巴 还有人说是陨石穿破大气层才会出现耀眼光芒 但也有民众认为应该是客机飞越高空时 因为大气湿度的关系 在客机尾部脱衣出长条形明结尾 加上夕阳的红尘光色照耀下 看起来就像陨石飞越地球高空 也像是飞机长了尾巴 凝结尾消散速度快慢 则与高空风速大小有关 大家不用太大惊小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